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都貼了上梁可言專業那裡 就是說 其實現在地球的核心是沒有轉的 或者是反轉的 這件事情聽起來很恐怖 那其實是不是真的發生了這樣的事呢? 也都是最近這個星期的消息 也都在整個廣泛學術界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討論 事源也是由一個北京大學的專家小組 他們就運用到那個地震波 就是最近數據的地震波分析 就認為這個地球的內核 就在這裡似乎是減慢轉 甚至乎是開始在改變轉的方向 那你聽到呢 其實是聽到覺得挺可怕的 因為以我對這個地球內部的有限所知 我就會認為這個地球內核的那些這樣的轉動 很多時候又會牽連到整個地球磁場的變化 有多直接 有多間接 我自己不知道 直覺上就會聽到一種這樣的關聯 如果說地球內部出現的變化 會不會有一些不良的影響 反映到在我們地球的外部那裡呢? 這個就說不定了 當然如果你本身熟悉這件事的時候 可能覺得我在這裡亂說了 這個我自己純粹都是 我都沒有什麼根據去說這句話的 但是我就是想反映的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在學界裡面都承認的 我們對於地球以外的太空的認識 分分鐘還多過我們對地球內部核心的認識 因為我們實在沒有什麼辦法去透視到 我們地球核心裡面發生了什麼事 如果對太空呢?我們可以看它發出來的光 用望遠鏡看 然後就是量度它的鐘微子 甚至乎就是說 再厲害一點 量度它的重力波 有些情況可以這樣去做 基本上就是由光 可以看它的光譜那些很多東西可以看到的 很多資訊都可以越過空間讓我們去接收到 但是在地球核心內部 首先它發出來的光 我們是看不到的 然後它發出來的地震信號我們感覺到 但是它就像核子摸象一樣 然後就是說它裡面會不會有些核反應 給到鐘微子的信號呢?其實也會有的 但是哪些是來自太空 哪些是來自核心的呢? 我們很難搞清楚的 裡面基本上就是純粹只剩下一種叫聲波機械震盪 我們去盲摸我們 去聽一下下面發生什麼事 我們沒有辦法從一個很存在的方法來看 整個東西裡面的形狀的狀態 怎麼不是那麼容易去觸摸到 有人幾十年前提出的那些方法 可以由地震波去猜到地球的內核 究竟在那裡怎樣去轉 後來也有個結論就是說 地球的內核往往是比起地球的外部是轉快一些的 基本上你可以想像就是地球的外殼部那裡 就是一天轉一圈 它的內部就不是同步的 是稍微快一些 這樣大家覺得這樣也不會說很不合理 但是隨著數據的累積又看到 原來地球內部核心的那個變 其實是在變來變去的衝動 所以經過了這次北京大學這個研究去發表的時候 很多普及媒體都報導 哇 地球內部是不是越來越不轉 甚至停不轉 轉得越來越慢 對地球有什麼影響 但是在這一段這個新聞 當它慢慢散播開去經歷一個星期的時間的時候 我就找到在自然期刊裡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討論 其實就用一個比較廣闊的角度去看 就綜合這幾十年來 對於地球內部核心旋轉 那個內核旋轉的一個綜合石的結果 其實就是說它究竟是什麼時候轉得快一些 轉得慢一些 你很難看 也不是看到一個很明顯的趨勢在那裡 因為事關如果你在70年代開始量看那些數據 你就會看到它好像轉得快的 但是如果你中間看到一個不同的時期 你再sample這些數據 你就會看到它好像不太動 甚至乎轉得越來越慢 甚至乎在改變轉的方向也都會誘惠 所以究竟現在那個地球的內部 是不是已經在停止地去轉呢? 現在就在《自然期刊》裡講了很多例子 就是說很多的研究其實在講那個結果 還是很不同的 這次北京大學這個研究小組 就給了一個最新的一個數據 就給了一個他們的結論 當然這個結果就需要綜合其他的研究 一起去做一次再綜合一些的分析 才會不會看到一個趨勢在這裡 另外有很多問題還沒有解答的 那究竟那個內核的轉動 最後是會對於地球上 對於地球裡面的結構 是一個什麼意義在這裡呢? 甚至乎可不可以幫我們理解地球上面 一些的現象呢? 一些比如說地震、板塊 甚至乎是那個地池這些現象 可不可以透過內核的活動 來得到一個合理的解釋呢? 甚至乎內核裡面是什麼構成 那些鐵是處於一種什麼的狀態 那些東西有多硬、有多遠、有多高溫呢? 其實我們對於這裡的形勢 暫時還是挺少的 但是我只好講的是 對於地球科學研究裡面 這個地核的研究 都還是在存在數據之中 有沒有一些很大的創變綜合性的結果呢? 我們就期待它發生 但是我們怎麼量度到這個轉靈圈呢? 其實簡單的說 就是透過它那個地震波 其實那個地震波在不同 就是我們首先知道一件事情 這些這樣的升波 這些震動的傳播 在氣體、液體、固體的傳播速度是不同的 甚至乎你對於不同震的方式 它比出來的速度都可以不同的 在固體、密度越高的媒介裡面 那個的聲音、那個機械震動傳送得越快 所以由它的地震波 其實都是一種機械震動來的 它沿著整個地球 穿過不同層這樣傳上來的時候 量度到去哪裏快點、哪裏慢點 我們大約知道裡面是有些什麼 裡面那樣東西是多遠多硬 流不流動 我們大約有個概念在這裡 就是它的密度是多少 我們大約會知道 然後它是不是在轉動呢? 其實都可以透過它這些這樣的 就是測量它不同的地方 那個地震波的速度不同 是會獲得到一些的 可以給到一些的限制出來 我們估算裡面轉得多快 所以基本上還在停留在那個量度地震波 可能不是在一點 在幾個不同的地方 綜合幾個數據來量度 同一個地震波出來的特色 來估計到裡面是處於一個什麼的狀態 那是什麼導致它轉慢一些 或者轉快一些 或者甚至不轉? 這件事情就從幾個方面來看 首先本身地球形成的時候 自己本身就是在轉的東西來的 有些人會問地球為什麼要轉 地球為什麼要轉? 它形成的 那一刻就已經在轉了 它繼承了它形成時候流下來的 轉動的動力 如果用物理一點的話 我們就說那個角動量 是由它初時形成的時候 就繼承了下來的 是由整個太陽系 那個星雲那個盤 那堆層 它開始轉的方向 就最後決定了地球轉的方向 就已經是這樣了 那你就會說它開頭就轉快一些 越轉越來越慢 因為它所受的阻力越來越高 那的確地球自己 是會有東西阻止地球自己轉 那譬如地球的海藥 自己本身就阻止地球轉 其實就是提供了很多的力 就是去漲著地球 導致它轉慢一點 就會有一件這樣的事發生 那同樣的核心也是 它只不過就繼承了地球形成的時候 那個轉動的那個狀態 就繼續維持到今天 那到了假以時日 如果你參考其它的行星 它越來越冷卻 越來越硬正凝固 越來越不轉 最後就是外面轉多少 它自己就轉多少 甚至乎 好像 你如果看回月亮圍繞著地球轉 直接鎖死了 只是在一面圍繞著地球轉 它基本上 自己的自轉和公轉都一樣 鎖死了 這樣 是 那如果那個核心不轉 如果不轉 對我們那個日常生活 會有什麼影響 其實就是 它轉不轉 還有裡面有什麼去轉 這裡又要分開地去想 我們認為很多的星體還有磁場 就是因為裡面做一個流體的核心 那流體核心它可以怎樣表現呢 可能裡面有東西轉 可能裡面純粹有一堆 融硬正在對流 那那個機制它為什麼會這樣發生 我們不知道 它為什麼可以這樣流的時候 就可以產生到我們足夠的磁場 那我們沒有辦法完整的去解釋 但是這個我先放在裡面 那基本上我想可以預計到 就是如果地球冷卻營結 裡面沒有東西轉 沒有東西流的話 基本上地球就不會有磁場了 但是裡面的東西轉快了轉慢了 會不會令它的磁場有一個具體的影響呢 那這個我都沒有辦法一概而論 因為還要看除了它過 它粒核怎麼轉之後 外面的東西怎麼流 都要計算的 那它最後這兩樣東西 加起來怎樣 能夠展現到整個地球磁場呢 那我會說現在我們能夠了解到的 只是一部分 我們現在對於地球核心的認識 不足以令到我們完整地解釋地球磁場 為什麼是這麼強的 其實 OK 那除了這件之外呢 另外最近一個新聞就是呢 是可以將那個行雷閃電 透過這個雷射這個激光呢 可以引導到可以 就是 下來了 那這個是怎麼做法的呢 這個就是很有趣的新聞 就是很多本地的媒體都有提到的 就是說用激光射上天呢 就喜歡叫那個行雷 在哪裡發生就在哪裡發生 那其實它的原理不難明白的 那首先介紹一下就是 這次去做的這個演示 那台長可能要看回它究竟在哪裡做的 這件事情 那但是基本上它 那現在這裡有普通的新聞報導 這個呢其實就在美國 不是在美國 不是在美國 在瑞士一個山上面做的 是在Alps 就是阿爾斯 是在瑞士山 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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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呢 我們希望能夠將那些閃電 喜歡它在哪裡發生的 在哪裡發生呢 其實是一個 有時候是一個好事來的 首先我們很多時候沒有辦法 避免那些咸雷閃電發生 因為這個是大自然的力量 它的雷帶在這裡出現就是這裡出現 你沒有辦法推開它 但是呢 如果我們能夠控制到 那些閃電不要亂那麼砍 我們砍一些我們已經有準備好的地方 那大家就安全了 那所以為什麼這個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在都市裡 要弄很多鼻雷針就是這樣 越是空曠的地方 我們越要去安裝一些鼻雷針 令到咸雷閃電 是一個指定的地方發生 就不會令到我的人變成鼻雷針 但是呢 雖然知道裝置這些東西呢 那個能力都很有限 就是你如果在講香港都是我 你如果在一個大街大巷那裡 到周圍的高樓大廈 基本上你不會種的 但是如果住在一些比較鄉郊的地方 就是很需要不需要走山 你都已經不是一個山尖那裡了 但是你很需要不需要只不過走近一棵樹 那棵樹就還引進去 接著砍到一棵樹就震到你 接著令到有人都受傷 這些我們有時候見過的 那所以為什麼我們說走山 就不要走到那些樹底裡 就要被預隱解 有時候走去閃電的時候 就盡量烏低 不要成為最高的點 不要被鄰風看到你這樣 那這樣做呢 就能夠將你的風險減低 但是有沒有辦法更加主動出擊呢 其實呢 就有的 因為我們很清楚就是說 那個閃電怎麼發生呢 就是因為那裡的電場 強了那個地步 連空氣都可以不再絕緣 就是照常來講 我們認為那些木頭啊 那些膠啊 都是絕緣體來的 不通電的 那麼空氣和真空 都是絕緣不通電的 但是呢 其實很看你視乎 你給下去的電壓有多高呢 那其實如果對於那些 我們地面上面的高壓電纜呢 22000伏特那些高壓電纜呢 沒有東西是絕緣體的 因為它的電壓夠強 什麼都壓得破 那就是說就算你講真空 都可以一個火花 一龍這樣扔下來 就是通電上來 就說你真空有空氣 或者是這個 有塊膠在那裡 就是所以不要以為自己 在那些膠拖鞋就可以中華天下 就走去放風箏都沒事 就是其實就到了電壓太高的時候 什麼都不再絕緣 那好了 有什麼情況可以 就是如果沒有東西可以擋了的時候 有什麼可以更加容易疏導它呢 就是你能夠在那個空間裡面 引發到一個特別不絕緣 特別導電的地方 於是乎那個閃電的趨勢 就特別喜歡取而不取能 於是乎走一條容易走的路 如果你能夠為這個 準備發生的閃電去鋪電一條 比較容易走的路 就是那個導電性比較好的一條路的話 那閃電就會在你預備那個地方發生得到 對於我們有一些基本的物理學認識的人 我們知道的 如果那個地方是特別多電的離子 特別多一些很自由活動 帶淨電帶負電的離子出現的時候 那個閃電就很喜歡那個發生的 那所以為什麼呢 有時候那些人說 剛剛那個電話響特別容易被你打擊呢 就是因為你身體上的電池信號特別強 隨時就會令到你更加容易引發到 這些電腸的反應 那個電腸的起伏會特別激烈的時候 就特別容易引淚的 其實就真的 尤其是在電話就來響 那一刻那個電池上的信號是最強的 那好了 利用到激光就可以幫助我們做這件事 激光本身就看你射出什麼光 但是如果那個光的強度夠高的時候 就可以令到那些周圍 即是把激光穿過那個空氣的時候 不單止把那個空氣加熱 甚至乎把那個空氣煮成沸騰 就將它電離了 有一部分是簡直是離子化了 於是就是你在地面上 如果你可以設計到一條足夠長的激光 強的激光 不要想著只是一個Laser pointer可以做得到 就是在一條真的有那麼少強度的激光射上那個天空 令到那個天空出現一個 比較容易出現電離現象的狀態 那麼閃電就會特別經過那條路下來 那它這次的實驗最成功的就是 就是每次度到那個電場的時候 就是基本上就可以成功 就是到了它知道那裡的電場 就是高就來發生了閃電 就立刻在它附近射一束的激光的時候 基本上那個閃電就立刻在那裡放電 就發生了出來 成功地去控制到 我要在那個激光的地方發生閃電 就要發生 其實就只不過就是 就是將那個激光 它叫做將那些空氣 產生一個物理上的變化 令它電離了 令到那個通電的成本低了 那就誘發到閃電發生 其實就這麼簡單的原理 那它用到小小的技術層面 就是說怎麼可以調校到那個激光 令到它在一個指定的高空那裡 能夠產生足夠多的電離現象來引淚呢 那其實就是這次這個技術最核心的地方 好 那我們第三者就完了 我們下一節就回來 讓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